立法 劳动教育 尽速立法 赶在五一劳动节前夕 多位民进党立委召开记者会 要求劳动教育要立法 透过劳动教育向下扎根 劳动教育纳入课纲 鼓励大专院校开设劳动通事课程 深化在子劳工教育 以及要求雇主参加劳动讲席 五大立法目标 减少劳资增益 提升劳权 年轻学子应该在进入职场之前 就应该对于雇主跟劳动者 应该扮演的角色 在法令上应有的权利义务 要相当的熟悉 才能保障他们在职业生涯当中 能够合理顺利的发展 有立委不会原指出 学校产学合作 其实也是劳资增议 经常性发生的工作场域 产学合作为了要让学用落差减少 让他们跟企业合作 可是签了约之后 学生一样没有保障 发生问题之后觉得不合理 不合法 可是他找不到 可以协助他包括学校 立委 钟孔赵等四人 共同提案劳动教育促进罚草案 并送交立院未还委员会 也有劳团指出 劳动教育的落实 除了透过工部门推动外 也应该纳入民间的多元力量 劳动教育法它之后要如何的落实 以及它不仅仅是学校或是工会来办理 而它应该是要更开放让所谓的民间的一个多元力量 来一起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劳动教育 让整个社会都关注到这个议题 对于劳动教育促进罚草案内容 是否能纳入学校课纲或是大学同事课程内 教育部回应 内部会再进行研究分析 也是新闻 希望那早上落地板院采访报导